前期为业主做好预算 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大概什么时候入住 我们都会提前对接好需求 做到不耽误装修时间 特此上海整庄开工季 我们以十大承诺 十大特色 十大保障 这里装出健康舒适甲 并承诺水电隐蔽工程 质保20年 防渗路工程质保10年 现在就拨打上海整庄官方热线 400338338 400338338 或扫码咨询上海整庄开工季 优惠详情 活动期间签约下定 更由32,000元家具全场任选 上海整庄全天候守护 严格把守 致力于为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好装修在上海 好装修在上海 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欢迎收看由老凤翔为您特约播出的 今日股市节目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今天呢 我们将邀请到陈文和林世文两位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接下来盘面的变化 那我们在这儿首先来 回复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交易情况 今天呢 两市是高开低走 在双双高开之后都出现了一个 有压力的一个下行 其中的上涨综合指数 在本周跌穿3400点之后呢 一直是在3400点下方运行 今天是0.25%的下跌幅度 应该说成交在4218亿 深圳创业版指数 今天跌幅1.13% 从昨天和今天的对比情况来看呢 创业版指数的变化 包括创业50指数的一个变化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差 昨天呢 我们看到盘中是涨了百分之二点几 今天呢 是出现了个1.47%的一个下跌 这是创业版50指数 那大家可以联想到 整个盘面当中和创业版50指数 捆绑非常密切的一些大市值类的个股 它们的波动情况可能会一目了然 那从今天整体的状态来看呢 我们看到今天在各分类指数当中呢 上证50指数昨天是唯一下跌的 但是今天却是唯一翻红的 一点点的翻红 2993.31点上涨0.14% 今天的科创50指数是下跌 0.69%报酬在1104.02点 这就是今天各股指的表现情况 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汽车光伏等赛道品种领跌 是否能中期坚定做多 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话题聚焦到 这个中期是否能坚定做多当中 A是能 B是不能 希望大家呢 在我们和嘉宾访谈过程当中 也把您的观点呢 发送给我们 同时呢 也对这个互动话题呢 发表您的一个意见 那从今天的其他的观察情况来看呢 近五个交易日的成交 今天呢 比昨天略有萎缩 昨天是比前天略有一点点的萎缩 但整体来看 这个成交量还是保持在万亿上方 从涨停加速 包括从赚钱效应的情况来看呢 今天整体的赚钱效应跟昨天几乎相同 是57% 56%这样的一个状态 今天下跌的个股是2019支 上涨的个股是2518支 那从今天的结构情况来看呢 会有一些变化 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和两位嘉宾呢 来做一些分析和分享 那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 那其实说到这儿 我们还是首先请两位嘉宾 对当前的盘面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陈老师 刚才我们看各分类指数的介绍过程当中 也看到了 这一周呢 护纸跌穿3400之后啊 就一直再没有回来啊 大家觉得 本来是觉得情绪称一称 每天呢都想再反身向上 总体来看待周末呢 又没有实现 好像让大家觉得下周会不会这个压力会更大一起 当然压力在本周来讲啊 事实上总体表现是一直存在压力 我们看到其实在周初呢 到周中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盘面当中 还是一度有的时候上攻到了3400点的上方 但是确实3400点上方的压力比较大 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也讲到 3400到3500 作为今年下跌以来的前期的一个平台 这个地方构筑的一个过程 时间前面有比较长 那么这次大盘吧 经过一个持续的反弹之后 来到了这个压力区间之后呢 事实上确实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们又看到呢 虽然上方压力比较大 数次的这种上攻也没有一个结果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它回踩回挡的幅度 其实又来得非常的这个有限 就以今天盘面来看 虽然上任中指今天 总体都是在3400点下方运行 但是呢 目前的3350点的位置 好像你想跌很多 也有一些跌不动 目前指数的这种回挡的区间 我们看到回挡了实现以后 现在靠近这个20的线附近 那么我觉得从幅度 包括这个均线上移过程当中 目前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一个持续反弹以后 在这个位置回挡一下20的线 顺子如果再多一些回挡30的线 其实我觉得在技术上也是正常的 毕竟在今年相对的一个高点 3500点附近呢 想一口气越过去 我觉得比较难 如果一旦上不去 那么作为阻力回挡一下 回踩一下 作为一个叙事 作为一个把前期的获利盘 或者是解套盘有所消化之后 是不是再度走强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上周我们也讲到观点的时候 也讲到本周呢 其实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上不去 恐怕就要向下寻求一个支撑 但我仍然认为 以目前的市场总体的表现来看 下方的空间 我认为并不会太大 在20线附近 我们看到目前的支撑 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 当然整个的分立指数的表现 不完全同步 我观察到呢 其实创业版呢 总体比主板来得相对的强势一些 包括均线关系 K线的排列 相对来讲 创业版比主板 目前来讲 也来得相对强一些 所以一定程度上 或者是在市场格局的表现上 恐怕一定程度上 有的时候会体现出 互落深强的一个表现 那么具体在一些板块效应 包括个股的活跃度方面 恐怕呢 相对来讲 互使恐怕要来得相对偏弱一些 也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看 整个市场还在这个区间当中 还没有走坏 那林诗文 刚才呢 陈文也提到了20日均线 因为从整个K线系统情况来看呢 是半年线的一个支撑 年线的压力 那其中呢 大家就跟踪5天10天 那么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呢 大家觉得 它是好像比较严格地 沿着这个20天均线 如果我们遵循这个技术的看法来看的话 那下周 我们将考验什么样的点位 将接受市场哪些因素的冲击 指数呢 我觉得啊 其实大家都应该对于调整 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其实很多人在产外的之前 就恨不得你要大跌 但是呢 这段行情就看空了很多 一路看空上来 它就一路在涨 就涨到现在呢 这两天稍微有点犹豫了 其实大家觉得可能空头上 终于等到机会了 但是你发现这种机会 它也是很短暂 指数呢 它不是说一种大跌 而是盘中呢 下跌以后 掉点可能会修复 或者是反包 那我的理解啊 就是这种行情 依然是属于强势的 虽然说这两天是跌的啊 所以我觉得 对于整个行情的定义啊 现在目前来看呢 还没有改变 那我们要知道啊 就这周行情 其实为什么下跌 那我们除了技术 这个原因之外啊 确实遇到年限了 对吧 也涨了这么多了 它需要有一定的 获利回吐嘛 所以我觉得指数在 这段七月份 是有一个正当消货的要求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 其实整个市场呢 除了技术一面以外 整个我们的一个 就宏观经济面 也会有些问题 比如说 我们看到外部因素 对吧 前段时间就是商品价格呢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嘛 美股也大跌过 那原因在哪里呢 市场担心的是经济衰退 这不是说美国啊 是全球 那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话 那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 它也很难多上其身 因为中国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出口这块呢 是占到我们GDP比重 还是比较高的啊 如果是其他人都不行了 对吧 那我们出口也会有压力 那也反馈到我们市场来说的话 那一些相关公司行业呢 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 这周其实国内 还是有临行的疫情吧 这个我觉得对市场情绪 风险偏好呢 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个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一个数据啊 就是我们看到过去的几天 央行呢 在公开市场操作上 是回容了三千多亿 这个跟以往是不同的 以往都是在投放 对吧 大量释放流动性 在过去的五月份 六月份 你都看到的是流动性 在不断地释放出来 但这两天呢 我们看这周是 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回容 所以让一些资金感觉到 是不是央行的态度 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现在是市场理解 因为我认为啊 这一个 这周是七月的第一周吧 上周周五 只有一个交易 那么我们看到啊 因为本身呢 六月份是一个年终 就是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 本身是有一个年终的 资金考核压力 所以说上周 其实央行是释放出了 一些流动性来过度 所谓的金融机构资金的 一个考核的压力 所以说过了这节点以后 它在这周呢 会有这种回容的动作 很正常啊 所以我认为呢 市场应该说是 有点过度解读 当然我们看到指数呢 在这几天 其实因为有这些 另外一个因素叠加嘛 但是这个指数 我们叠加的因素 在外加这个技术压力 这么强的压力位 那指数也就跌这么点点 你这样去理解的话 你发现 这个指数其实还是 属于比较坚挺的 当然我认为呢 这个坚挺呢 也不代表它不会跌啊 那我倾向的这个行情呢 经过五月份 六月份的一个 连续的上涨之后 毕竟是没有出现过 像样的调整嘛 可能大概是涨了 五百多点对吧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 放在以往的行情中 也很难去理解啊 就是指数对吧 经济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指数还能涨这么好 那纯粹就是更多是什么 流动性 包括政策预期嘛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行情呢 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 要等待一个数据的 一个验证和消化 那也就是说现在是 七月份的 7月8号上旬对吧 下周我们就会看到 一批数据了 比如说六月份的 射龙和信贷 对 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 然后呢就海外呢 我们就要看的是 美国那边CPI的数据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毕竟最近 这段时间期 很多商品在大跌嘛 然后呢我们要看到 下周还有一个CPI PPI的情况 所以说大家都在 关注这些数据的一些变化 来再去选择一些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短期的调整 是很正常 那我认为呢 刚才陈老师讲的 我觉得往下空间 也不会太大 可能整个七月份 未来都是一个震荡结构 但是往下的一个空间 我个人也是认为 是比较有限 就是可能 就是之前的平台位 大概3300点 这个位置呢 也正好是在 半年线附近 所以你会发现 这段时间行情呢 它就是一个特点 上方就是年线的压力 下方有半年线的支撑 就是在这个 100点的一个空间之内 所以我认为呢 正好借着这个技术上 做一个一个月左右的 一个时间消化 那我认为呢 可能对于 指质后期的发展 反而更加 就是良性一点吧 因为一路长上去 它总归会有 哪天会奔不住了 它肯定还会有一个回调嘛 所以我认为呢 还有一个节点就是 7月底啊 一个是美联储的议席会议 在7月27号左右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 涉入出去 国内的重要的会议 国内重要会议也在7月底 所以我觉得就是 按照我前面的一个逻辑 整个7月份 它会不断去震荡消化 然后等待月底的那个事件 然后呢 再去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对 然后我觉得行情 我倾向也应该是没有走完 就是后期呢 震荡消化完一波以后 还是会往上去看 短期来看的话 下方应该来说 会在3300点 构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横盘 横盘它是有一个观察期 等待期和空窗期 对 就是说这两天的市场压力 你觉得是上半年 尤其是结账期 6月份 6月末的 这个年终 半年的结账期的一个后移 你觉得是影响了这两天 对 因为市场本身呢 在这段时间 也遇到很多问题嘛 刚先讲了 然后呢就是包括这两天 其实大家看到成交量在不断下滑 其实市场呢 就是比较谨慎了 就是面对了现在这个位置 再去做突破 就没有底气嘛 这个底气呢 就需要数据来验证 而且最主要的 还有这个主赛道 到底怎么样 方向往哪打 最终的结果如何 包括你的后面的信贷数据 到底有没有那么好 所以市场呢 其实是没有信心 还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犹豫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先选择做一个消化 如果是说等待下周数据出来 其实还是不错的 符合预期 甚至超预期 那我觉得市场的资金 它还是会重新的去 积极的去布局 对吧 因为从我的个人的判断 就是六月份数据 应该来说 不会太差 可能应该都还不错 因为我们上一次的 社融数据就不错 对因为五月份 当时大家知道 其实有大半个月 其实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整个六月份 其实像上海 基本上是全面的复工复产 包括我们也是正常上班 对吧 电视台这边 我们也是正常来 来现场节目了 所以我觉得六月份 整个经济的恢复的情况 会比五月份更好 那对于资金面这块的需求 包括它的一个 金融机构的 释放的一个信贷 我觉得会更强一点 所以我倒是觉得 对于后面的行情 就是不用太悲观 调整理性地去看待就可以了 好 那陈文 刚才你也提到了 有可能是 就是身强护弱的这种格局 因为我们刚才观察 就刚才林世文是把 目前整个市场的 一些基本面情况 给大家做了一个 回顾 同时也给大家 在七月底的几个节点 关注点上 也做了一个提示 那现在我们来看 盘面当中一些内容 其实我们要说 这个盘面能走多远 可能跟这一波的 它的一个核心的赛道的 它的一个延续性是有关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话题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判断 这个汽车光伏 这个赛道品种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可不可以有一个 更中长期的 这个看点 我不知道您结合 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 包括结合您对 这个大盘的分析来看 就是这两条线路当中 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好的 那么我们其实着眼 有两块 一个是大环境 我认为大环境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确实讲 上半年的行情 一定程度上 确实受到了 外围市场 包括我们国内的 舆情的一定的影响 确实在我们讲的 经济发展推进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欠账的表现 就是说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 就是未来整个市场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就是主赛道 它到底能扛住扛不住 主赛道反射过来 对于大盘 它的这个贡献率 就是未来往前推进过程当中 它到底是一个正面的贡献 还是一个拉后腿的可能 就是可能大家现在的聚焦点在这 应该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 我们讲上半年 总体行情 确实是有一定的波折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总体 就包括跟外围相比 其实我们最近走的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来讲 是走出了一定的独立行情的表现 那么这种趋势 我觉得不会简单的结束 那么随着我们各项的 这个加强 这个我们讲的 后续经济推进的这些力度 这些政策 包括我们各个行业 包括我们像汽车 消费 新人员 总体的这种加大力度的这种 不断的这种 产销量 包括我们讲到的 上中下游的各个细分行业 其实在现在都是处于一个 加速范子 发展的一个态势 那么放眼 如果是说跟外围市场相比 我们觉得我们 在全球经济当中的 这种排头兵 里头羊的作用 我觉得是更加的凸显 所以在全球经济 如果是处于相对的 就是衰退或者是不稳定的情况下 反而我们这边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是叫风景这边独好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恐怕反而 我觉得来的信心 其实这样可以理解为 刚才林世文所说的 全球的衰退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是不是会走一个反向 在整个复苏周期过程当中 是不是不同步 或者说我们在政策上的反向 包括复苏过程当中的这种节奏不一样 是不是带来我们自己思考的一个时间机会 是不是这样 对 是的 就包括在我们讲到的具体的这些行业的表现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这段时间我持续看好一些 我们讲到的这些新能源赛道也好 汽车产业链的赛道也好 包括光伏新能源 那么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看总体来看 我们一定就是要把这个眼界也好 格局要打开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直讲 原来作为汽车工业 我们是在全球范围里是相对偏落后的 在化学能源时代 我们是偏落后的 但在新能源这个赛道 我们绝对是 不管是市场规模 研发能力 资源 市场 我们都是在全球处于一个绝对优势领先的地位 陈老师既然说到这儿 我就加问一个问题 正好和今天的盘面是相关的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汽车光伏 这些主线赛道的品种 在昨天非常好的表现之下 今天是全线下跌 包括之前大家最关注的中通客车 浙江世宝都是躺在跌停板上 整个汽车板块的指数是跌了2.04%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表 这张表当中对汽车板块 今天那个梳理还是比较全面 另外再看光伏 光伏板块今天的跌幅是1.93% 当然像和麦 昨天是上了千元大关 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今天也是躺在这个跌停板 如果说我们关注的这几个个股 有了这种跌停的表现 我们还对未来这个行情看好 就是汽车赛道还有光伏赛道 还继续看好吗 看好 还看好 我还是肯定的回答 刚刚杨志老师讲到了这个个别的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 就是确实有一段时间也是停牌核查 那么核查了以后呢 确实它有一个集中释放做空风险的一个过程 那么确实呢 作为前期的板块当中的核心的品种 一旦进入了一定的高位震荡刹跌 确实对短线的 我们讲的是短线的市场 包括板块的情绪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带动 那么但是这也仅仅是短线的 我个人认为呢 当我们总体的市场的主赛道 主线的核心是定位是汽车产业链 作为中线的品种的话 它们只不过是个别品种的表现 我觉得大家不要以脸待面 就是以这两个个股短线的表现 来看后面汽车产业链 是不是绝对就结束了 我认为不是的 汽车产业链这个总体这个赛道 这个市场恒金的表现 我觉得到后边 它不一定会是说 现在这些老的品种 那么还能涨 那么我们确实 高位的品种要小心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哪怕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大家去看一下 涨幅榜靠前的 连板加速 这个表现比较强势的 其实仍然在汽车产业链 在光伏 在储能 机器人 其实都在 都没有走 只不过是相对的品种 出现了转换 也就是说 后面的行情的机会 我们要着眼于什么呢 波段的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叫高低切换的机会 所以汽车产业链 光伏 机器人 我认为仍然是后面的 主线赛道 主线赛道 您觉得根本没有改变 没有 只是在节奏上 有所变化 对 如果说今天调整了 短期 比如说下周 它有回调的话 短期能不能做一个介入 更看好中长期的话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一些标志性的 高位的核心品种 一旦出现了高位撒跌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接盘 也不建议大家去轻易抄底 但是呢 我们建议大家在相对底部 涨幅不大 而且在 这波涨得都很厉害了 都很厉害 但是那些品种 你就不要再轻易去参与了 对 但是你要关注 在这一段时间 对 在他们这些老龙头的品种 在进入震荡的情况下 反而在今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试经词 就老龙头在震荡的时候 你要看到新的品种 反而是红盘的 反而是中阳线的 甚至反而是涨停的 那你要多关注这类的品种 因为他们能够逆势走强 能够和原来的板块的龙头核心 有所区别 那么我觉得 他们可能就是新的成长的方向 看来今天您看的挺仔细的 肯定也发现了点什么 来 林诗文 其实我们看新能源车板块 今天是整体跌了1.87% 正好呢 今天这个乘用车协会 也公布了6月份 这个新能源车零售的一个表现情况 就是1到6月份 零售车总量比去年同期上涨122% 就是这个数据 可能大家都 可能在这波行情当中 已经有预期了 就有人觉得有点满了 这个渗透率已经到26了 我们预期是30 这个空间不大了 那还能有中长期的这种预期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当然现在因为这一波行情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成年车这个数据 就是这两天刚公布的啊 但是大家也看到 如果是上周的话 已经看到很多赵特新势力 包括比亚迪 他们都已经公布了 他6份的一个最新的数据 就包括上半年数据 你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说市场呢 基本上提前去反应的啊 不是说等到今天这个数据出来 那可能有些资金就选到兑现了 所以我觉得 反正这数据肯定是好的 往后看呢 应该来说也不会差 对因为今年 按照新能汽车 原先去年的预计啊 今年可能是500万辆 那今年呢 因为大家经济的形势的压力嘛 所以说对于这个政策的 一个支持比较多啊 就是我们看到 什么购置税减半对吧 然后新能汽车还有补贴 还有下箱 还有下箱 等等一些的组合群还比较多的 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 就是周一的时候 为什么汽车板块还有一波大涨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在于高层又再次定调 要去推进这些政策的落地 执行力度的加快 也就是说他可能看到一些 6月份数据 就是包括这个很多企业的恢复啊 还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说也是加快很多地方政府 去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让周初的时候 整个汽车板块 还有一波再次的一个反暴 有这个原因 当然因为毕竟呢 这一轮行情 新能汽车已经涨了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 就算到后期是有预期 数据可能会依然向好 但是呢 我们也要考虑性价比吧 不可能说就一路涨下去 就没有顶了 这也说不过去 因为就没有一个永远涨的板块 对 然后呢 今年的预期 我觉得依然在 但这个预期在呢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跌下来有人敢超 就像向老师 就是如果这个板块 跌下来的话 做短线资金 肯定愿意去博弈的 就你跌个10% 可能还不一定出手 再跌个20% 30%呢 你觉得回调会有这么深吗 对 我觉得会有 当然资金会进来 我觉得 它不是说一两天啊 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刚才前面说过的 两周三周时间 它慢慢慢慢的 它会有一个快跌 然后再缓跌 再快跌 是这样子一个节奏 可能它调整时间是 按照目前我的理解 可能是周线级别 它不是说调整一两天就结束 因为你看一下 像最近的一些 整车整车类的 比如说比亚迪 它已经是 在两周前就已经见顶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长安啊 对吧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 长城啊 一样的 它都已经两三周前见顶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如果是 把创业版理解为 是作为赛道股的代表 创业版这轮行情呢 今天还创新高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轮的新高 它不是纯粹靠整车来带的 而是其他的一些分支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行为 前期最强的主线 我在两周前开始退潮了 指数没有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新的品种的接力啊 比如说今天 可能一些消费电子啊 什么的 这个品种呢 可能不一定有持续性啊 但是我认为呢 它至少对于指数 有一个托底的作用 甚至呢 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天 对吧 我们看到前两天 就是从底部慢慢悄悄起来的 大家最不看好的那些方向 被急踩的 那些医疗板块 都是底部走的50%以上的 对吧 像恒瑞啊 艾尔啊 这些品种都是一样的 那他们确实上 又对指数形成了一种支撑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呢 你会发现 主线在退潮 但是指数没这么跌 大家就会有信心嘛 就是他也不会觉得 这里面会有一些 也就是说他明线和暗线 对对 一直是在轮动 就是不像以前 一直推着这个市场 如果是说很高的位置 很多品种见顶了 对吧 连续都会下杀 但是这类品种呢 我觉得现在至少目前人气还在 就是跌一段时间 他可能还会有 人会去仿佛的去做博弈 所以说这个呢 我觉得对于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现在去看 可能不一定是一个适合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等一段时间 就按照我的理解 就这一波这么强的板块 基本上我觉得 最起码高点下跌20%以后 你再看 对 否则的话 你现在进去的话 这种承受波动风险还蛮大的 林诗文可能对这个主赛道 有10%到20下跌 有这个预期 对 他反复提到这个20% 你再出手 那是不是能有这样的一种节奏 我们还会跟着这个盘面 继续来观察 好 接下来是我们九方之头的 加油时刻 我们来联系吴州 吴州您好 好的 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今天指数载幅震荡 各国表现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结构性的行情中 下周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呢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昨天晚上我在节目中 重点和大家提醒了 电子设备板块的投机会 那我们看到这个板块 从去年的11月份调整至今 最大跌幅超过了44% 那说明前期的调整 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 都是非常的充分了 那近期我们看到 从4月底开始 探底回升 震荡反弹 那今天虽然受到大盘 整体调整影响 也出现了冲高回落 但依然是分量突破了 120G均线 同时也突破了 城堡峰峰峰顶 那说明整体的趋势形态 出现了明显的走强信号 而且机构资金从3月中旬开始 就已经在震荡流入 最近两天更是加速回流 两天里面净买入超过18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中期形态 出现明显走强 后市有机会迎来一波 主上来的行情 并且大资金还在 加速流入的方向 那也是我们后市 应该重点关注的 那具体大资金今天 逆势买入的电子设备板块中 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电子设备板块中 大资金在持续流入 并且形态走强的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阿维码 下载有看头加APP软件 来免费的领取 那再来看一下 电子设备板块的一个压力品种 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是从去年的12月份调整至今 最大跌幅超过了65% 那说明前阶调整是比较充分了 那我们看到近期同样是 从4月底开始探底回升 一直沿着伪均线震荡上攻 那近期我们看到 总体的中短距均线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多头白裂 而且今天也突破了 重码峰峰顶 那说明形态上 也出现了底部走强的信号 而且机构之音 我们看到同样也是 从3月中旬开始震荡回流 那今天也是近买入超过5000多万 那对于这样的方向 后续也可以保持重点跟着关注 那再来看一下 电子设备板块的第二个压力品种 那这个品种呢 是从2020年7月份开始调整 最大调整幅度超过了80% 那说明在前期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整个调整是非常的到位了 那今天不仅是放量 占稳了250天年限 同时也迎来了重码峰的突破 那说明中长期的一个趋势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头迹象 而且机构之音 我们看到近期也是震荡流入 最近两天里面 更是近买入超过了8000万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中长期趋势 出现明显拐头突破 并且大之音在加速流入的方向 那我们要保持重点的 在下周跟着关注 那如果您想领取电子设备板块中 更多值得重点关注的品种 那么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安微码 下载有看头加APP软件 来免费的领取 那最后再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和大家提醒的 预音预增板块中 有大之音在持续流入的方向 比如像这个方向 我们看到是从4月份调整资金 最大跌幅超过了38% 那在此前这个公司依据预告 半年报近利润大幅预增超过189% 那我们看到这个品种 在昨天放量突破了 箱体平台压制之后 今天出现了加速震荡上攻 而且我们看到 丑马峰也出现了明显的突破信号 整体形态上出现了加速上攻的表现 而且机构之音我们看到 从6月底开始就在震荡流入 6天里面净买入超过2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业绩出现明显大幅增长 并且大之音在加速流入的方向 那我们后世也是可以保持重点关注的 好了 今天的有看头家 加油时刻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三千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 几栋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王哥 你快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换了股票 还在亏呢 你啊 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 是啊 投资股票啊 最忌讳乱投和倒听途说的 K线形态这么纷繁不大 但是啊 如果有一套 简单易懂 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 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来领取这套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强大的实战指标 给你多维度 提供短 中 长 周期投资决策 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 选股 择时 买卖 信号清晰 一目了然 这也太全面了吧 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简单易上手 只需三步操作 既便捷又轻松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MACD 盈利战法升级版 好 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让炒股更轻松 让投资预见美好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今日故事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是陈文和林世文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涨跌幅的排名情况 今天涨幅区前的是数字乱升 整个板块涨了2.16% 人脑工程涨2.06% 元宇宙涨2.03% 这跟整个市场当中一些政策推导 是有密切的相关 智能交通1.76% 家庭医生1.75% 跌幅靠前的钛金属4.57% 反电池3.87% 固态电池3.51% 矿物质3.47% 电解液3.38% 就是其实跌幅前列的个股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赛道当中 这些品种 那其实陈文我们也注意到 在今天盘面当中 元宇宙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其实有人说今年的机器人 跟去年的元宇宙可能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点也正好是 可能大家说8月份会有一个元宇宙大会 会不会有些新的技术 或者是有些新的理念推给市场 让大家再次耳目一新 从政策上来说 可能大家也是想在元宇宙经济当中 有更多的一些发展 上海也有一些相关政策出来 那元宇宙能不能在连续下跌之后 在目前的风险偏好状态之下 能有所表现的 您怎么看 我觉得会比较难 你觉得比较难 为什么 其实就是在这段反弹行情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文化传媒 或者是跟元宇宙相关的一些品种 会出来异动表现一下 但是每次我们看到持续性都不是太好 那么就像今天的这个表现 我们怎么去理解 我个人还是认为 在一些主要的核心板块 或者是前期的热民品种 今天进入了一定的震荡 回荡的过程当中 它们是一个板块轮动的一个表现而已 而谈不上是一个 就是就此展开一波 这个比较持续性的 这个你说阶段反弹行情 我觉得都谈不上 就算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当天出现的一个品种 我们可以把它当天长得好 可以把它叫做日内龙头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那么事实上这个板块也会这样 就在别的主线板块表现不好的时候 它们就是趁着板块轮动 出来表现一下 但是这种持续性我觉得不会太好 我个人还是这样 还是把主线的核心板块品种 还是定位在汽车产业链 当然汽车产业链的细分是比较宽的 有整车 有上游 有电池 有汽车零配件 包括还有什么热管理等等等等 有很多 那么再具体到我们讲光伏 这个也是有市场 不然不单是国内装机 包括各方面的组建的需求量大增 包括国外欧洲 在经济新能源结构 还有一个固定计划 等等 也要第二多二年前 你全部要装这个 事实上我们的 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订单也好 包括整个行业的景气赛道的持续性 我觉得都还在延续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持续看好 我仍然在坚持 也就是说您还是坚持主线赛道 它在整个逻辑上的这种 它的力量 还是相信这个逻辑是非常硬的 对 是的 就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轮动表现 只不过是在主线赛道 持续震荡上行过程当中的 一个小浪花 一个伴随当中的一个轮动 对 来看看林世伟 元宇宙 其实去年我们看到 有些个股也是在这个 大家对关注元宇宙的过程当中 也有翻倍的一些个股 VR AR 包括NFT的一些个股 但是今年我们看 其实翻过头来看 股价下跌都很厉害 从这两天的情况 包括这个时间节点 可能8月份吧 也是推迟之后的 元宇宙大会也要召开了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现象 我觉得今年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本来应该说年初的时候 也炒作过一波元宇宙的概念 当然现在因为市场主线 肯定还是在信任这一块 赛道股 元宇宙包括像机器人 它是作为一个题材 就是说刚才程老师讲的 就是主线这边短暂的退潮 对吧 这里面有一些微跃之金 短线之金 它还要找方向继续做 可能对它行情 它是不悲观的 因为看到今天 两次还是涨度跌少的 所以说市场 还是很情绪 还是很高亢 还是找方向 比如说这两天 机器人很强 那也是因为特斯拉 对吧 它推出了一碗 机器人确实很新颖 那也带动了国内这一块 对于相关一些题材的炒作 元宇宙的情况也一样 因为这条线 它其实涵盖面很广 它元宇宙也算是数字经济 对吧 它也算数字经济是一个分支 所以说它这些品种 也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 一个调整的 这个应该有几个月吧 很多品种 基本上是在比较低路位置 所以说资金想到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低路位品种先做 至少安全 做错的话 它这里本身风险是可控的 但我觉得对于现在 元宇宙的一个 光注的话 可能短线可以 但是你要去再看一段时间 可能并不是一个 很适合的方向 因为包括今天 我们看到今天更多是什么 消费电子板块 消费电子板块 给我感觉什么 它也就是位置低 消费电子呢 它其实跟元宇宙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你要有设备 像今天利训 它也是做设备的 像戈尔什么的 制度 国光 这些品种 它都是做设备的 设备起来 大家看这些元宇宙的一些 原先的一些 做中军的品种都起来了 那一些其他的也会带着一起上 当时这里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今年它元宇宙的情况 就是整个数据来看的话 跟手机有点像 手机的数据也不好 所以说你看到 今年的消费电子 一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就是你数据拿不出来 你比如说中报出来 可能业绩大幅下滑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前段时间就是像台积电 什么的 就是下游的芯片被砍单了 苹果呢 这边可能就是对需求是下降了 那元宇宙这里面的 可穿的VR设备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全球巨头就是Meta Meta就是Facebook 对吧 它也在对今年的一个目标 会有一定的下滑 所以我觉得 面对一个数据 目前是处于下滑的状态 它是很难起一波 很强的趋势行情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A股的资金很多 看了什么 看了短期效应 就是我要看你的数据好 不断去验证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行业数据 不断是往下滑的 那市场可能更多就是什么 做一个超低反弹修复一下 那后面它可能还会谨慎 所以我倒是觉得愿意做 它的持续性可能不会太好 但只是适合做一个什么呢 短线超低的修复去看待 如果是已经涨了一波 两三天涨了百分之几二十了 那这里说 这个时候你再去再去做的话 其实也是有你难度的 它的风险呢 其实不亚于在高位 去做那些新能用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对一些品种的一个表现 大家还是要理性去看 我们看到前面 一些今天涨幅板的 昨天也是领跌的 那今天 昨天领涨的今天又领跌 所以说这个就是板块轮动会很快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切入一下 你要有一个提醒预判 你比如说 这段时间行情板块呢 出现轮动了 这里面自己出来会去哪里 你要有一个短期的一个预期 做个预判 然后你去做潜伏 那这样子呢 其实大不了就是 你可能就是压错了 它不涨 压对的话 那可能就像元宇宙这两天的表现 它可能会有一波 很快速的反弹 那你就可以去赚取到这种超额收益 我觉得其实对于元宇宙 可能我们也正在理解当中 而且它的这种应用 包括各对接上市公司 在元宇宙加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能加出什么样的产品应用 还有实际的呈现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机器人跟元宇宙 可能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今年特斯拉宣布 9月30号会有一个 人型机器人的出现 它可能有神经院系统 有这个四伏传感器上 都是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 比较超前 我们现在都很期待 我没看到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 这个A股市场当中 会不会有所挖掘 今天我们也看了 好多机器人的个股 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而且是连续表现 9月30号之前 能不能做一些布局 我觉得可以 事实上我觉得 就元宇宙不可以 机器人可以 是吗 对 我问得更确切一些 其实我们讲到 整个行情对我们 机会发掘的这个角度 其实我觉得给大家 分享一个体会吧 就是如果你要看好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要 首先要满足大逻辑 大逻辑就是它产业有规模 能够辐射到一些产业集群也好 一些产业的细分也好 就它有市场规模 如果你是小大小闹的 还有一个离我们的生活 比较远的 够不到 看不到摸不着的 因为元宇宙我觉得 就它就有这种特征 就你虽然说是比较 比较炫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说到现在 有应用场景吗 好像也没有 对吧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不一样 机器人现在已经是现实的 包括特斯拉 它已经有现实的人型机器人的 这种推出 对吧 那我们国内在很多工业领域也好 生活领域也好 也都陆续的推出来 就离我们的生活 够得着摸得着 就是有比较真切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像这样的 能够对投资者有直观的 直接的感受 那么对于你去选择这些行业赛道 我觉得都是 还有一个我刚刚讲的规模 为什么我们讲光伏 为什么我们讲风电 因为现在规模都上来了 还有一个不但国内装机量不断地扩大 国外 欧洲 美国 事实上都在我们从我们国家进口 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为什么这些 它主赛道会经久不衰 我觉得就是这个道路 你下来了是机会 涨上去了 那么有人推 所以这种行情 它就会不断地走向深入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说了 如果说主线是机构行情的话 那可能这个暗线 另一条暗线就是所谓油资行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普通投资者 一 前期是不是站队站队了 这是一个点 你如果可能买的品种不对 这一波也没有收益 第二就是在短线 这个比较要求高的状态之下 是不是跟上了这个油资的步伐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我们在操作上有什么 可以让大家能提升一些操作效率的办法 没有 林氏文 有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子 坚守自己的投资的逻辑 就是你如果说在过去段时间 没有踏上这个新年的东风 你现在再去羡慕 现在才急着去换仓 我觉得其实在短期来看 不是很明智 我不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至少你如果是选择 你自己原先关注的方向 你是看好它你才会选择 或者是说你是被动套的 那我觉得可能你要重新去审视一下 它这个行业在公司的基本面 然后再给出一个结论 这个行业你确实没有预期了 那你要做调查 那我觉得这是另大别论 如果是说之前你看的 这些方向预期还在 那你就没有必要 因为它没有涨 你就急着去切换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行情 本身市场它是有一个轮动的 这个轮动其实不是说 所有板块都能轮起来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节奏 比如说我刚才前面讲过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段时间的医疗板块 比如说恒瑞 二艾尔 它这段时间就是慢慢在轮 就是一路在上来 对不对 那包括消费电子 这两天也开始轮到了 那一说其实这些品种 在过去上它一直是没有表现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些品种 那你要么就是什么 等它有一步修复以后 你再去考虑 我不要去做短线也好 或者是做波段也好 那这个呢 我觉得要等它有一步修复 你再去做一个选择 那现在呢 其实我认为 就大家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这段行情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它也是因为有这种踏空嘛 就是没有抓到这个赛道股的机会 那我认为呢 其实未来的机会 其实不单单只局限于 就是我们所谓的赛道 或者新能用 它也会一点待面的会慢慢铺开 只是说 它不会像赛道那样那么强势 但是它多多少少 它会一种机会 你打比方 在两桌前我跟它讲过了 新能用板块里面 很多品种都位置很高 你下不了手 但是呢 你可以从另外一种路径去挖掘 你比如说 当时我跟讲的是IGBT 公立半导体 但内部行情基本没涨过 那你想回过头来 这两桌涨多少 对不对 同样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围绕这个思路 比如说这两天的消费电子起来了 包括我们也看到了 这两天我们也关注了像PCB 这里面它的机会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本身下游的应用 也在汽车领域大量应用嘛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 低位的品种 有预期的 确实在这些品种呢 反而未来会有修复的机会 我倒是觉得耐心等待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市场的热点 还是比较散乱 除了主线之外 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之下 一会儿我们还会请陈文和林世文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短线的操作 稍后回来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赠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王哥 你快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换了股票 还在亏呢 你啊 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 是啊 投资股票啊 最忌讳乱投和倒听途说的 K线形态这么纷繁不搭 但是啊 如果有一套 简单易懂信号名称的指标战法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 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来领取这套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强大的实战指标 给你多维度 提供短 中 长 周期投资决策 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 选股 择时 买卖 信号清晰 一目了然 这也太全面了吧 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简单易上手 只需三步操作 既便捷又轻松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好 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让炒股更轻松 让投资预见美好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尺头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整装 携手百家建材品牌 全市助力 入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特此上海整装开工剂 资深设计师集结完毕 如这套户型 玄关设计收纳区 有效区分室内外空间 动线合理布局 保障全屋空气流通 特此上海整装开工剂 工程团队 已准备就绪 采用卫生间防水坝工艺 以及墙底面增强涂刷等专利工艺 防止渗水漏水 并精选 起翻A级阻燃电线 无鲁低烟 更安全 特选鲁玻璃 万象存水弯 及铜下水 防冲耐用 保障密封性 现在就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码咨询上海整装 开工剂 优惠详情 活动期间 千元下定 更由三万两千元家具全程任选 上海整装 全天候守护 严格把守 致力于为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加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海货业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你为了 我的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臭我的 臭我的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 学习平台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投资很不顺啊 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你赶紧给我支支招啊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 就联邦追高 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啊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就是 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啊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描一下 就可以免费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啊 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就去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今日股市 2022年进入下万场 A股后市的投资主线在哪里 如何提前抓住强势股呢 现在请登陆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报名年终的重磅课程 决战强势股 精华战法融合大事投资理念 手把手的教您跟踪主力做主线 决战强势股 系统知识巩固 加上实战演练 循序渐进的帮助您构建思维体系 随刻还将享受四大礼包 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有看头家 让您的投资大有看头 好了 稍时休息 我们来看看黄伟对市场的整体判断 黄伟你好 好的主持人 那我们看到周五行情演绎的和往常有些不同 原因在哪里 从成交量上来说 今天的成交量自然是并没有明显的放大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从个股和指数的走势上来看 虽然今天指数是维持了一个震荡 甚至于绅士还在休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但是个股方面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的友好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注意到高景气的板块 它有些板块涨得非常的大 而有些板块是前一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调整 在最近阶段开始连续的反弹 这个板块就是汽车芯片 从基本面的逻辑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日本芯片制造商萨瑞电子表示 公司位于熊本市的一座工厂遭雷电攻击 供电线路可能使该公司进入暂时的停产 而这个时间可能达两周 需要注意的是 这家公司其实是全球第三大汽车芯片的公司 当然也是全球最大的微控制器 MCU的供应商 市场份额是达到了19% 所以它的一个停产 或将对于整个芯片 尤其是汽车芯片 构成非常大的一个供应的影响 这样一来的话 进一步激发了汽车芯片 这条赛道的一个短期炒作的情绪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其基本的一些数据 从最近一年整个芯片的一个交付周期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曲线是在不断的往上涨的 说明整个交付周期是越来越长 那也显示出整个供应的一个短缺 右边这个呢 是目前A股当中一个代表性的个股新节能 这只个股呢 经历了一个波段的大幅上涨之后 在昨天涨停 而今天再度盘中涨停 量能也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足以可以看出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 对于这条赛道 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加码 我们今天给大家周末带来的就是 汽车芯片第一位优质的龙头精选 今天我们聚焦芯片 大家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之后 来把这份精选名单领回去 在下周如果芯片赛道爆发的话 那么这份名单对你来说将会相当的有价值 再提示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样的一份名单 接下来我们具体再来看一看基本的逻辑 那我们都知道在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浪潮下 整个的芯片的一个需求量是 出现了一个几何级的一个增长 有机构预测啊 电动车的芯片含量约为燃油车的两倍 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 而在当下的风口智能车 它是相当于燃油车的8到10倍的一个芯片使用量 汽车芯片占到了汽车总成 在2030年可能会达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由此可以看到 作为电动化以及智能化的一个方向 汽车芯片在未来只能会越来越多 而芯片的扩产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觉得在当下 乃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汽车级的这样的一些芯片呢 都将会形成一个缺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全球汽车芯片的市场规模 它整个的一个增长幅度 我们看到在以48.8%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在不断的增长 而这个幅度在未来的三年当中 2023 2425可能还会形成一个 这个加速向上的一个趋势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这样的一份名单 从三个维度来选择 第一个就是汽车芯片的核心龙头 第二个就是中报业绩有望高增长 第三个就是股价在低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它属于汽车芯片的龙头 当然产能也是满负荷生产 而走势在低位 最近的两个月集中的放量 案例二是功率半导体 IGBT的一个龙头 中报预增高增长 近一周有多家机构 已经给出了买入评级 走势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整理 最近在顶端开始出现连续的放量 第三个案例 属于汽车芯片的龙头 外资重仓持有 近期有超300家的机构 在密集的调研 而一季报大增超一倍 也预示着在中报 可能会有一个超预期的表现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 汽车芯片低位优质浓头的精选名单 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直接领取一下 大家拿回去周末好好研究一下 以便于在下周 如果出现热点的话 能够有所把握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一下 好的主持人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微信调查的结果 我们今天微信调查的题目是 汽车光伏等赛道品种领跌 是否仍能中期坚定做多 那现在回答能的达到65% 回答不能的35% 其实我觉得现场的两票也是能的是吧 其实下周市场 可能在操作上也有一些难点 两位是不是能在方向仓位上 给出一些提示 好的 那么从目前来讲 市场短线确实面临一定的震荡消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要看你手上是什么品种 如果你手上的品种确实前期涨幅过大 尤其涨不动了 可以适当的高位减仓 同时如果你手上的品种相对低位的 涨幅不大 而且趋势向上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拿一拿 对 顺着回答还可以适当补补仓 来看看林世文的提示 对 然后我觉得就前面补充一下 就前面我说了一些逻辑 就是大家在拿低位的品种 就是你不要去考虑指数性位置高了 你手上的品种没有涨 那其实这个时候没必要去控制仓位 我觉得好的一些题材 包括预期的 你刚才说了一个PCB 对 硬质电路板 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就像两三年前 就是炒这个消费电子的时候 那波炒了包括5G 炒了这比较厉害 那这两年其实大家看到 因为消费电子板块是处于一个下降的周期 导致这个板块也跌了蛮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新的逻辑 就新的逻辑就像两周前 我跟他讲过的IGBT一样的 就是它下游是应用在新领域 其实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导致后面这一波它是有补涨 那PCB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下游下游汽车 包括一些工业控制这一块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现在 原材料成本是大幅下降 像互同 包括一些PVC等等 数值价格是一个月 一个季度大概跌了20% 所以成本应该说大幅的缓解 对它来说也是比较一个积极的利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目前位置低 拨值又低 未来有预期 那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去护预期 这种一种你会耐心等待 好的 非常好 今天带来的这两样东西 代表了我们的上半年和下半年 处于一个有点像摸盲盒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反思 对 这是我们上半年可能每个人 接触最多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说今年的上半年 是被疫情偷走的上半年 三位认不认同 不认同的请举手 好 没有不认同 那我就不认同 没事 没事 来 有多少这些应酬 还有商务谈判 一定要面对面吗 线下的这一种拉人情的套路 真的是有效的吗 我希望它也是给我们一次冷水浴 是让我们在过往的习惯当中 突然有一次能够清醒和回望的机会吗 你习惯了这个冲击 这个刺激以后 会慢慢地做出调整 恢复之后 那我相信我们的战斗力会更强 其实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下半年会是 失去的这些 是不是要加倍地 把它给抓回来 你中的去把地